班機還在空中 左衛上方的空調系統 卻不停有透明水珠低落 坐在正下方的乘客 115遭到淋濕 由於漏水時間長達十分多鐘 甚至得要出動塑膠帶來接 避免淋濕的範圍擴大 十一號華航這一架 由泰國曼谷飛回台北的航班 機艙內的空調系統 竟然發生漏水情況 機艙漏水是因為地面與空中 內外溫差的變化 導致空調系統有水珠凝結 空服員當下已立即協助處理 座舱長也向旅客致意說明 下機前將外套整理後交還乘客 但當事人不滿 機組員當下應對的態度 以及下機後航空公司 並未針對整體事件做進一步的處理 後來是就是有拿一些餅乾過來 做一個這個 應該算是道歉吧 當然有過來有好幾次啦 就是口頭上的道歉 就是建議我下飛機之後呢 那個去買一張樂透 那因為過年遇水折發這樣子 可是聽到這個 就是本來也沒有什麼生氣 但聽到這句話之後 就是心情就更差 我們一定會先去看說有沒有其他的座位 可以為旅客更換 那如果真的沒有位子 可以更換的情況之下 也會拿就是廚房用部 以及就是封箱膠帶 先把上面封起來 然後讓他不會進行滴水 當事乘客希望航空公司 能將搬機做全面性的檢查 以免再發生類似事件 只是原本一家人 開開心心在泰國過年 但反程卻因為一場意外 讓過年雅致少了性 華視新聞才好奇 收音寬 台北報導